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下很多想象空间的故事就是好故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所以今天看这一个是秦色文学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敲碗 那我们就来做一些这样子 我本来会有个直觉觉得这种故事一定女生写的 因为它细腻的程度 我觉得只有女生写的出来 可是我马上想想觉得 讲这种话实在现在太政治不正确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 所以我先把他说回来 虽然我刚才把它讲完 but I take that back 好 标题叫做 Sun Sea and Sex 太阳海滩跟心爱这样子 或者是信 来吧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故事很快读一下 Hot day nude beach The scent of coconut oil And the sea and the sound of the waves So very sensual He watched me walk the beach To where my husband lay on a towel His cock limp across his thigh And then walked over His big cock swaying And asked if he could join us When I said yes he said And I shifted around So that I was more exposed to him He began to grow and harden Which excited Richard Soon both men were huge and hard It was going to be a good day OK 結束搞定 好 說了什麼呢 Again 我覺得就留下很多想像空間 Hot day Yeah it was a hot day 那你說為什麼不把句子寫清楚 因為那個it was就很無聊 所以就直接說 Yeah hard day OK Hot day nude beach 什麼叫nude beach Nude的意思就是裸的意思 OK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 就裸體這個字 你可能會想說 喔不就naked Right 沒有問題 那new的也是 也是裸體 那naked這個字 有時候我們還 甚至會多加一些 形容詞在前面或之類的 像例如說這個 這是個雞飛城市 雞飛城市的東西 其實它原本的樣子 是buck naked 就全裸 可是這個buck這個字 大家就覺得不太習慣 不太熟悉 我們更熟的字是屁股but 所以but naked是現在 我很多年前看 還會有人說 but naked是錯了 不要用 可是在我最近一次查字典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大家接受了 所以它已經變成對的 所以英文是一個 持續在演化的語言 而且這是 我就是living proof 因為我所看到的很多東西 都一直在慢慢的改變 包括我在剛開始教英文的時候 就可能真的已經是07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出道比較晚 所以那時候開始教英文 那時候我就有跟學生說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寫個句子給你看 例如說 everyone has his problems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那everyone是個單數的代名詞 每個人 每個人 那既然它是單數的 這邊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能用have 因為have是複數 或者是I之類的 或者you 你 所以第三人稱單數要用has 所以這是第一個會考試考的地方 所以說everyone have 馬上錯 everyone has 可以 那既然它是第三人稱單數 這邊這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 他自己還是他們自己 中文聽不出來 中文你可能說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很OK 因為每個人我們會想說是複數的 每個人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可是中文我不知道你說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聽起來怪怪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沒有這個中文敏感度 但是英文這裡 很久很久以前的英文用his沒問題 因為你知道就男性主導的社會 語音也是一樣 像歷史這個字還是history his story right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歷史叫這一個 為什麼是他的故事 為什麼是男生的他 right 所以his是傳統來說OK的字 但是在今日今日這個性別平權的世界裡 你如果只用他的不是很不公平嗎 那如果用her好不好 還是不好 你既然捨棄男生 你就一定得這個 撿起女生這個代名詞來用 那男生怎麼辦 因為這樣還是不公平嗎 所以在我剛開始教英文的時候 我就跟學人說 有一股浪潮 慢慢的 everyone會變成 可以用複數的代名詞來取代 所以會變成there everyone has their problems 那很久很久以前 就即便我在剛開始教英文的時候 這個there已經是口語中 大家已經很熟悉的了 OK 口語中很熟悉 但寫作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會寫成his or her his or her OK 每個人都有他的或他的的問題 啊什麼鬼 這什麼中文對不對 可是在我剛開始 剛開始教英文的時候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problems 就是正確的寫作的寫法 好就男女都顧到 那可是今時今日我們已經活在一個不止兩性的社會了 你用his or her都不對 那你說難道用its嗎 就那個動物的 那更不對 所以就是他們的there這一個 已經可以被當成單數來使用了 到今天的英文 我們已經 已經 我覺得這個已經快要變成是 就是官方的大家 就全世界都認可的說法 這樣子 也不過就15年的時間 好這扯得真的太遠了 但沒關係回來這裡 所以其實正確的版本是全裸的 but naked 而不是but naked 可是but naked 也已經被大家接受了 好回來這裡 所以 反正 才講到第二個字 hot day nude beach 羅提海灘 你知道嗎 就國外有那種全裸海灘這樣子 上空海灘 the scent of coconut oil 這 椰子油的香味 scent是味道 and the sea and the sound of the waves so very sensual 所以第一句 講完了 coconut油的味道 椰子油的味道 以及海洋 然後海浪的聲音 sound of the waves 這一切都非常的 sensual sensual就是 聊人 很有感覺的 這樣子 he watched me walk the beach he是誰 就是第三個男生 你看到後來會知道 他是跟他老公在一起的 似乎圓 圓波 如果我們活在兩性的世界的話 他是女生 說不定不是真的 因為不知道 so he watched 所以我剛才說完 這好的故事 留一個很想像的空間 你也不知道這圓波是不是女生 說不定是男生 也沒有什麼不對的 所以他看著我走在海灘上 he watched me walk the beach 走到他老公躺著的地方 walked me walk the beach to walk到哪裡去呢 to where my husband lay on the towel 所以走到他老公 躺在那個一個 那個浴巾上的一個地方 好 然後逗點 逗點 his cock limp across his thigh 所以這裡的這個 這個his cock 我認為應該講的是老公 雖然說 我沒有很確定 說真的 OK 但是我覺得講應該是老公 因為他畢竟接在老公的後面 所以他走到老公 老公躺在那裡 然後他老公的雞雞 就軟軟的 在他的大腿邊 這樣子 cross his thigh and then walked over 所以這個walked over的walk 是前面的watch的 我這裡不能highlight 很抱歉 因為這個網站 怕人家把故事偷掉 所以他不給人家highlight 事實上還是偷得到 但不管了 所以他watch是動詞 and then walked也是動詞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看著的 這個第三者 就走過來了 所以他看到這個人 走到老公邊 然後這個人就跟了過來 walked over his big cock swaying 那沒錯 所以前面那個是老公的沒有錯 因為後面補的 他的大雞雞在那裡晃來晃去 so his big cock swaying sway就是在那裡晃晃晃晃晃晃 and ask asked if he could join us 所以這個第三者 這樣就開口 我可以跟你們坐在一起嗎 這樣子 cool when I said yes he said 所以當我說好的時候 他就坐下來 and I shifted around 而他就動了一動 shifted around so that I was more exposed to him 他動了一動就是為了讓他自己給他看更多 所以用了一個expose 就是曝露出來 所以他動了一動以便於讓他可以看更多 故意的挑動 挑逗他 結果這個第三者就開始長大了變硬了 he began to grow and harden 所以grow這個字是動詞 所以to grow不定詞沒問題 這裡的動詞是開始 began to grow 而且也began to變硬 harden 所以hard這個字是形容詞 harden就是他的動詞 加個en就變成動詞了 所以他變大變硬了 而這個呢 讓Richard興奮了 你不要說Richard是誰 你猜得出來他老公嗎 所以到點後 which excited Richard 那你就會想 喔有趣 所以他老公看到別人的記憶竟然變硬了 這樣就是興奮了 soon 很快的 both men 這兩個男人 were huge and hard 兩個人都又硬又大根了 這樣反正就興奮了 it was going to be a good day 所以那天會是一個很棒的一天 所以到底他們會怎麼玩 你根本猜想不到說真的 也說明他老公的現象也是 反正就沉迷 所以again 這就是一個留下很多想像空間的故事 我覺得就寫得很好這樣子 來我們再讀一次好了 Hot day nude beach the scent of coconut oil and the sea and the sound of the waves so very sensual he watched me walk the beach to where my husband lay on the towel his cock limp across his thigh and then walked over his big cock swaying and asked if he could join us when I said yes he said and I shifted around so that I was more exposed to him he began to grow and harden which excited richard soon both men were huge and hard it was going to be a lovely day a good day 好 結束 好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講的這個重點 或許是 我們講到這一個代名詞的問題 不要有問題 這代名詞的這個 隨著時代慢慢演進的部分 好 所以說以後你就是考試如果遇到的話 every one 是單數 首先這個再強調一下 後面的代名詞 一直以來都是男生的他或女生的他 都要寫進去 但是可能已經慢慢可以用他們來代替了 所以這個單數的they singular they 是一個潮流 那我覺得已經是主流了 說真的 ok 因為現在也有人會說 不要叫我he 不要叫我she 請你叫我they 這樣子 有一個句叫billions 裡面就有一個角色是這個樣子的 好啦 講到這裡go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